夫人 夫人 春哥 今日看上去妻子好极了 不过得劳烦夫人多等会儿了 太夫人出去了 我想要吃糖糕 春哥 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呢 还不能吃 吃了会肚子痛的 我想要吃糖糕 好 我就要吃 春哥难得想吃点东西 夫人您就准了吧 要是春哥觉得吃了好 病情好得快了些呢 乔姨娘最好了 什么事啊 我在外面就听见了 你们到底怎么了 太夫人 父亲 侯爷 春哥想吃块糖糕 但是夫人偏偏不让 夫人未免也太小心了些 我倒觉得没事 哎呀 这又是何必呢 春哥病干好 有一些胃口想吃东西 都怎么了 为人父母的 对自己的孩子都这么严苛 这段时日 夫人照顾春哥也真是辛苦了 估计 怕万一春哥吃坏了肚子 病情加重了吧 要是觉得辛苦就直说 这府里啊不缺人 母亲 春哥呀 春哥此时脾胃虚弱 这糖糕虽然美味 却粘腻不好消化 容易恶心基石 反而吃不下饭了 既是如此 你干嘛不早说呀 春哥 你过来 我有话问你 去吧 你现在 是想要吃这个糖糕 然后肚子疼 还是放下糖糕 跟母亲出去玩 是我自己选吗 你母亲说得对 你自己选吗 不懂 春哥 你既然觉得糖糕好吃 那你怎么不拿一块 给父亲尝尝呢 你最喜欢的玩具 是父亲特意去找来送给你的 父亲 很好吃 不害羞 父亲吃肚子就不会痛了吗 等你长大了和父亲一样 身体好了 吃糖膏便不会痛了 九莲花我很喜欢 谢谢父亲